说在寸土寸金的首都北京的西北边 有一座超大型的建筑 占地面积超过了120平方千米 也就是18万亩 这么说你有概念吗 显然在北京光是这么一大块地 就已经是个天价的数了 不知道多少钱了 但是如果比起那座建筑物来 那块地的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建筑 会有这么高的价值呢 你看我这个关子卖的 那这就是那座值钱到不能再值钱的建筑了 明十三陵 是明朝的皇家陵远 大明王朝历时277年 共有一十六位帝王 而眼前的这座十三陵 就埋葬了包括明成祖朱棣 到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明司宗朱友简在内的 十三位帝王 此外还埋葬了 二十三位皇后 两位太子 三十多个嫔妃等等 严格的说 我没说错吧 明十三陵是我国规模最大 帝后陵寝最多的皇陵 里头光是七真一宝的价值 就难以计数啊 更何况 他还埋葬了明朝的十三位帝王啊 历史研究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和这些比起来呢 那块地的价值当然就不值一提了 是吧 尤其明朝在中国历史上 虽然不是最强盛的王朝 却是最富传奇色彩的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 二十五岁当兵 四十一岁当皇帝 曾经的放牛娃 小和尚 小乞丐 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代帝王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 这创业最成功的典型了 明神宗朱义军 也就是万历皇帝 在位四十八年却整整有二十八年不上朝 明朝竟然也没在他手上灭亡 类似的让人大跌眼镜 瞠目结舌的皇家秘文啊 宫廷秘史啊 在明朝历史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而这些秘密和谜团 大多都埋葬在了这座十三陵当中 今天换之就带您一起探寻十三陵 探寻明朝不为人知的帝王秘信 十三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天寿山上 整个建筑群以长陵为中心 亦次为长陵 县陵 庆陵 御陵 茂陵 太陵 康陵 永陵 昭陵 定陵 景陵 德陵 司陵 共十三座地陵 刚刚说到了明朝有十六个皇帝啊 那为什么只有十三陵啊 十三个埋在这儿了呢 还有三个呢 这个其中就牵扯上了两庄帝王立心 埋葬在十三陵之外的三个皇帝 分别是老大 明太祖朱元璋 建文帝朱允文 还有景太帝朱祁钰 朱元璋的陵秦 为什么不在十三陵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很正常 朱元璋建立大明朝 顶都应天府 由现在南京啊 在他死后 那个时候 明朝都还没有迁都北京 所以他的陵秦就建在南京了 就是现在的明孝陵 可是朱允文的陵秦 为什么不在十三陵呢 这其中就大有故事 可说了这一篇故事 真的说是 可以说是近几百年来 最大的一篇 这种宫廷夺敌故事了 说起来这事也怪朱元璋 他一方面呢 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孙子 朱允文 一方面又对自己的 第四个儿子朱棣 宠埋有加 以至于他死了之后 朱允文登基 朱棣就不乐意了 明面上朱棣有事没事 给自己的亲侄子 他会招点麻烦 比如说见了面 也不行贵败礼啊 那么暗地里呢 那更是招兵买马 勾结亲王 意图起兵造反呢 谋朝篡位吗 朱允文是朱元璋 当一手带大的自然也不是什么擅长啊 登基之后 他第一件事就是削帆 断了各个叔叔们夺位的念头 于是乎 这叔子俩 你一来我一往的 矛盾就越积越深 最后静难之一爆发了 朱允文以边防为名 把朱棣的精兵护卫都调到了塞外 准备削弱朱棣的事 朱棣自然不甘示弱 干脆起兵反抗 挥师难下 围攻京城 也就现在南京啊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静难之一 静难之一爆发之后 朱允文呢 他也不知道是吃错了药呢 还是忘了吃药啊 还是说这个脑子 怎么就短路了一下 啊 他开战之前 他千叮宁万嘱咐 所有的将士们哦 千万不要伤害燕王 我们是至亲的骨肉 不要让朕背上杀害叔父的罪名哦 可是您知道吗 在此之前他已经找借口杀了自己好几个新叔叔了 到了朱棣这儿 他居然就开始说哎呀 这可不能杀呀啊 就骨肉不能相残呢 心慈手软呢 这一手软好出事了 本来这场战争敌若我强好打得很呢 可是将领们听了朱允文的话 那都不敢伤害朱棣打得束手束脚 本来在战斗当中 朱棣喜欢身先士卒 一个冷箭过去 很可能就把朱棣干掉了 但是不行啊 要遵循皇帝的旨意啊 所以这仗打的是束手束脚 异常憋屈 结局您知道了 朱棣逆袭成功 夺得皇位荣当大宝 而朱允文呢 在皇宫里放了把火 从此下落不明 朱允文人都不见了 那自然也就不会有灵情了 所以说呢 他的灵情也不在十三灵 至于景泰帝朱棣玉的灵情 为什么不在十三灵呢 说起来又是一出大戏 所以我说明朝是戏最多 故事最多 而且还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大戏 这回不是殊职夺权了 而是兄弟争位 公元1449年 瓦剌太师也先来犯 明英宗朱棣镇 在宦官王镇的怂恿之下 御驾亲征 御驾亲征 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威风 天子守国门 是不是 但是你要知道 御驾亲征可不是好玩的 很多皇帝出个皇城 后边还跟着一群大臣扯着衣服 说千万您别出去求求您了 好吧 就算你亲征 亲征就亲征 要命的是朱祁镇 把军事指挥大权给了谁 王震 王震不过是个太监 太监不是说他太监就不能够指挥军队 主要是太监基本上他就是文盲 文盲懂得什么军事谋略 在战场上只能够胡指挥 瞎指挥一通 结果明军就惨 全军覆没 朱祁镇也惨了 被野先俘虏了 这个就是著名的土木宝战役 土木宝战役之后 当时的朝廷大臣反应 那也是绝了 他们不是想着怎么救回朱祁镇 而是想着郭不可一日无君 赶紧 赶紧确定下一个皇帝 就把朱祁镇的弟弟朱祁玉给弄上皇位了 没想到后来 也先把朱祁镇给放回来了 这期间的故事也很复杂 就一句话带过 这一下 大明朝同时出现了两个皇帝 怎么办呢 按理说皇位是朱祁镇的 朱祁玉 朱祁亮就是一个代皇帝 可是那可是龙椅呀 自古以来最神奇的一张椅子 历朝历代都引出了无数的血雨腥风 朱祁玉虽然是阴差阳错 当成了皇帝坐上龙椅了 但是你就不能说 你要我上就上 要我下就下 没那么容易 朱祁玉虽然口头上 用太上皇的礼遇 把朱祁镇迎了回来 但是一回来 就把人软禁了起来 软禁之后还不放心 毕竟这个皇位 是他捡漏捡来的吗 郑主是人家朱祁镇呢 他心里头虚 他就想着 这个怎么样才能够 把这皇帝位子坐稳呢 如果说朱祁镇死了 这个位子才坐得踏实 可是要怎么做呢 朱祁玉就想了一个损招 他把人给软禁之后 不给吃也不给喝 任你自生自灭 那死了 肯定就不关我的事了 没成想 这朱祁镇呢 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反而是朱祁玉 儿子死了之后啊 自己身子骨也不争气 就病倒了 这会儿 黄楚就成了大问题 眼看着皇位后继无人 朝廷上内心 投其倒把分子吧 就出来生事了 他们暗中联系 朱祁镇发动了南宫复辟 让朱祁镇重新当上了皇帝 那么朱祁玉的下场如何呢 朱祁镇先是找了借口 把朱祁玉的皇位给废掉了 再然后呢 你奇人之道 环治奇人之身呢 把朱祁玉也给软禁了起来 那朱祁玉就没有朱祁镇那么坚强了 被软禁了一个多月就死了 具体怎么死的 您可以放肆的揣测啊 有人说他是病死的 有人说他是被朱祁镇暗杀的 反正结局就是 朱祁镇觉得朱祁玉不配进皇陵 就把朱祁玉的皇陵给毁了 另外用亲王的葬制 给朱祁玉重新修建了一座墓葬 就葬在现在的玉泉山上 这就是为什么朱元璋 朱允文 朱祁玉都没能葬在十三陵的原因 而说到十三陵啊 就不得不好话来说说朱祁的长陵了 长陵是十三陵当中最早最中心 也作为尊贵的一座地灵 而朱祁本人呢 也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 刚刚也说了 他谋权算位 抢了自个儿侄子的皇位 但是呢 他又开创了永乐盛世 功过是非很难评说 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朱祁的长陵 去探寻朱祁这位千古帝王背后的故事 郑和七下西洋真正的目的 不是为了宣扬大名荣威 而是为了找人 登基第三年 郑局未稳人心未定 朱祁却急着让郑和下西洋 原因是什么 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早朝 不是沉以美色 而是为了鼓气 经验团情正在为您解敌 前面说了明朝有十六个皇帝 其中以朱祁为首 有十三个皇帝葬在了十三陵 这还有个问题 朱元璋的皇陵是在南京 朱祁的皇陵在北京 那么为什么朱祁不把自己的皇陵 修建在他父亲身边 而是修建在了千里之外的北京呢 谜底就在朱祁的长陵之中 这是长陵的中心 摆放了一座朱祁的雕像 而在雕像旁边赫然摆放了一艘航船模型 那么长陵最核心的位置 为什么会摆放这样一个不吸引的物件呢 各位 这艘船可不是一般的船 郑和下西洋 您知道啊 被誉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奇迹 让明朝重现了万国来朝的繁荣景象 当年郑和七下西洋乘坐的航船呢 就是眼前这个模型的实物 名叫大宝船 这大宝船对朱祁来说 那可是意义非凡呢 有不少专家学者说了 朱祁的皇位虽然是篡位篡来的 名不正言不顺 可是不可否认的是 他是一位高瞻远主 深谋远虑的帝王 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 其中一件就是派郑和下西洋 另外一件迁都北京 公元1421年 朱祁将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 按照专家学者们的说法 这一步可谓是妙不可言 怎么说呢 首先北京是朱祁的老巢 一直以来都是他的驻地 本来吧 他这个皇位得来是名不正言不顺 当时内有文官集团跟他唱反调 外有各地藩王蠢蠢欲动 朱祁迁都北京呢 就回到了自己的地盘 这个龙椅自然就坐得更稳 其次 北方的金人一直是虎视眈眈 想把手伸到南方来 而北京是抵抗金人最重要的防线 守住了北京 也就守住了大明王朝 其三 在当时 北京虽然不是大明王朝的中心 但却是整个天下的中心 朱祁也只有在北京才能够完成一统天下 征服四夷的雄徒伪劣 这么看来 派遣郑和下西洋和迁都北京 是不是都显示出了朱祁的英明神武呢 可您知道吗 朱祁做这两件事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公元1405年 注意啊 这个时候正是朱祁登基的第三年 按说这个时候 朱祁刚刚荣登大宝 政权未稳 人心未定 他怎么会在这样的时机火急火了 不到各个藩帮去开展贸易 宣扬国威呢 这是因为就在前一年 朱祁听说了一个让他食不甘胃 也不能昧 如坐针毡的消息 什么呢 朱允文没死 他可能逃到了海外 一听到这个消息 朱祁慌了 他这个皇位本来就是抢来的 名不正言不顺 说了很多次 要是朱允文在海外组建势力 再打回来 他事处有名啊 那这个皇位岂不是还得还给他 那还给他的话 还是还 不是说还给他就行了 命也得还给他 不行 必须得找到朱允文 斩草除根 可是怎么找呢 朱棣又想出了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法子 不明就里的人 只当朱棣是想宣扬大明国威 其实朱棣是心怀鬼胎 想偷偷找到朱允文 把人给解决掉 以绝心头大患 不瞒您说啊 朱棣迁都 其实也有那么点心怀鬼胎的意思在 怎么说呢 郑和下西洋 下七次 从1405年到1433年 历经28年 期间到过爪哇 苏门达腊等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跨越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 可是连朱允文的影子都没找着 对朱棣来说 朱允文就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一天不除了这颗炸弹 他这个皇位就一天做不闻 可是朱允文下落不明 朱棣无从找起 这如何是好 朱棣想到了一个最保守的办法 那就是缩回自己的老巢 即便到时候你朱允文打过来 我在我的地盘上 你还能把我怎么递呀 所以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前 朱棣就把国度迁到了北平 改为北京 回到自己的驻地 朱棣殊不知 他这一举动 从此就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 万万没想到吧 派遣郑和下西洋 前渡北京 朱棣这两大深谋远虑之举 其实都是为了保住皇位做出的自保之举 这也就是为什么朱棣没把自己的灵寝修在南京了 在他眼里 只有北京 那才是最稳固的后方 说完了朱棣的长陵 咱们再来说说明朝历史上 另一位传奇的帝王 万历皇帝的定陵 那么定陵之中又埋藏了哪些 让人觉得震惊的秘密呢 万历皇帝28年不早朝 这真的是被美色所迷惑吗 下节说 一件灵狐 揭露了一位皇后 怎样凄惨孤苦的绅士 一袭龙袍隐藏了一代帝王 如何荒诞惊事的作为 万历皇帝恩将仇报 抄了恩师张之正的家 其中又有什么隐情 经济传喜 正在为您解历 看完了朱棣的长陵 咱们再来看看万历皇帝朱义军的定陵 万历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离谱的皇帝 没有之一 他当了48年的皇帝 前面十年 年纪太小 一直是他的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 中间十年呢 他也算按部就班吧 兢兢业业 反正李太后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可是到了最后的28年 他就直接撂条子不干了 实行一个三不政策 不早朝 不接见大臣 不批改奏章 万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从一个三好学生变成了一个 就是逃学的叛逆小子 那么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答案就在万历的定铃之中 这就是万历的定铃 中间赫然摆放了三个巨大的棺谷 棺谷之中 就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 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 你别看孝端和孝敬贵为皇后 是后宫第一人 实际上 他们也不过是两个苦命的女子 万历左边这座棺谷的主人是孝端皇后 孝端皇后呢 是典型的大家闺秀 相貌端正举止稳重 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可是万历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女人 只把她当个花瓶摆件 摆放在中宫 万历右边那座棺谷的主人是孝敬皇后 明光宗朱长骆的亲生母亲 您肯定以为孝敬不只是皇后还是皇太后 那她的命运肯定比孝端要好吧 不对 孝敬的命运比起孝端来 是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这是孝敬生前使用过的银弧 跟了孝敬很多年 孝敬贵为大明皇后 以及皇太后 那是当时最尊贵的女人 用的只是这样一把简朴 毫不起眼的银弧 说起来你说像话吗 这把银弧底下还刻了 大明万历人五年制的字样 人五年就是孝敬生下太子朱长骆那眼 所以这个银弧十之八九 那还是万历赐给孝敬的 估计您要说了 这万历皇帝那是把小气搁在车上推小气了 孝敬好说歹说 也给大明王朝生下一太子 你就给他刺了这么一把银弧 未免太过寒酸吧 然而寒酸还不算什么 最怕的是寒心 万历不仅不待见孝敬 还任凭他被这些个什么贵妃 什么贫 这贫那贫的欺负 让孝敬是寒透了心 那么万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因也是因为孝敬生下了太子 按说别的后宫嫔妃 那都是无依子贵啊 一生下龙子地位节节攀升 到了孝敬这儿 待遇大不一样 怪只怪孝敬出身太过卑微啊 他只是一个宫女 宫女生下的孩子成为了太子 最丢人的是谁啊 当然是皇上了 就是万历本人 你说后宫家里三千 找谁生儿子不好 偏偏找了个宫女 你这不是诚心招人孝武吗 所以呢 万历对孝敬心里头没有爱 只有嫌弃 嫌弃他让自个儿变成了孝饼 而孝敬能够当上皇后皇太后 还多亏了他的孙子 明西宗朱油教 在他死后给他进行了追风 冷落自己的皇后 让宫女生下太子 这就是万历皇帝 史上最离谱的皇帝 他做的事啊 那也是一件比一件离谱 但是他做过最离谱的事还不是这些 这是万历的龙袍 上头绣了十二条龙 二百五十六个兽 三百零一只蝙蝠等等 那可以说是刘光一彩 华丽非凡呢 可是万历在位四十八年 其中二十八年不早朝 这件龙袍就被搁置了 二十八年 按说大明诺大一个国家 没人主事了 不得乱了套吗 可后来您才怎么着 大明朝不但没在万历手上灭亡 还在万历之后又坚持了二十四年 怎么做到呢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人物了 这个名粉们就知道了 这个人不但是万历的恩师 教万历读书写字 做皇帝 还一手把持朝政 处理军政事务 这个人就是内阁首府张居正 作为老师 张居正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 举个例子啊 为了把万历教导成为千古明君 他特意编撰了一套地剑图说 把各朝隔代帝王的历经图纸之举 倒行逆施之祸 编成了一个个小故事 还配了插图供万历学习 而作为人臣呢 张居正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辅助万历开创了万历新政 说是辅助 其实万历不过是挂了个名字而已 真正做事的全都是张居正 因此有不少专家学者都说了 明朝没有在万历手上灭亡 全靠了张居正在那撑着呢 如此说来张居正不但是万历的恩师 还是大明朝的梁柱之臣呢 那么万历的定灵之中 应该会有不少与张居正有关的东西吧 可是事实却让不少人傻了眼 定灵当中关于张居正的 知言片语都没有 更别说什么东西了 怎么解释这件事呢 万历和张居正的关系 真的只是刚才说的那么简单吗 事实上万历对于张居正 不但谈不上感恩 还对他恨之入骨 张居正都死了一年了 万历心里头还气不过 愣是把张居正的家给抄了 还被他的坟给挖了 那么这两人之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过节呢 可能在我们看来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 用心良苦偶心沥血 可是在万历看来 张居正不是恩师 而是严师 那么严到什么程度呢 张居正一心想着 要把万历打造成为千古明君 凡事都按照千古明君的标准 来要求万历 要求来要求去啊 这有些事情就矫枉过正了 举个例子来说吧 万历十来岁的时候 有一次喝酒喝多了 飞缠着几个小姑娘给她唱曲儿 要是一般的曲子呢 皇上唱那就唱吧 可是万历要听的不是一般的小曲儿 而是时令小曲儿 说起来好像很正常啊 其实所谓时令小曲 就是青楼坊间唱的那些 两个宫女不会啊 怎么唱啊 就只能处在那瑟瑟发抖了 万历看到这一幕火了 来人 把这两个宫女给我拖下去 杀了 一旁的小太监一看事态不对啊 赶紧上来劝 皇上使不得呀 后来万历虽然没有砍 那两个宫女的头 但是却把人家的头发给绞了 按说这个事说大也大 就说小也小 万历闹归闹 但是没闹出人命来啊 可是一代帝王 你硬逼着两个小姑娘 唱时令的那个银丝浪曲 这成何体统吗 后来这事呢 就让张居正给知道了 这一下事就大调了 张居正愤然上书 说万历生活作风有大问题 不能不改 万历的亲妈李太后看到奏章也气得不行啊 扬言说要废掉万历 一听说要废地 万历这下就慌了 连忙磕头认罪 百般求饶 李太后最后虽然心软了 没有废掉万历 但是却让万历写了一个罪起照 在天下人面前认错 咱们来说的说的这事啊 万历不过是喝了个酒 惩罚两宫女 结果呢 不但差点被废了 还在天下人面前认了错 面子李子全没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 万历怨谁呀 怨自个儿 他也没有干什么伤心害理的事嘛 没有太严重嘛 后果 怨李太后 那是他亲妈 那正好 只剩下张居正了 张居正虽然一心为万历好 但实在称不上是一位好的老师 他对于万历要求之高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堪比现在的什么狼霸虎骂 因此万历从小就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他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 心里头还不知道怎么恨张居正 估计就是因为这样 张居正一死 他接下来就抄家 不仅抄家还抛坟 传言说了万历28年不早朝 是因为沉迷美色 当年他一心想立自己的宠妃 正妃为皇后 却遭到了文官集团的百般阻挠 他一气之下 从此不教不妙不抄 不见不批不讲 长达28年 可患之觉的 这事远没有这么简单 万历虽然贵为天子 可是他一生几乎从未真正得到过权利 前有他的亲妈李太后老师张居正 后有整个文官集团 万历本来以为张居正死了 自己就能够独揽大权了 可是没想到 还有一个文官集团挡在那儿 他想撤离一个皇后都做不到 这个皇帝做得也太憋屈窝囊了 估计就是因为这个万历一气之下 从此不早朝 他这么做不但是在跟文官集团赌气 其实更是在跟自己赌气 不得不说呀 墓葬真的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之一 他可以印证一段历史 重现一段历史 明十三陵就是这样 他埋葬了明朝的十三位帝王 也重现了明朝的那几百年历史 都会定下场 可以 谢谢大家